释迦世尊的忍辱到了什么程度? 你看到一只狼从这儿过没有,他朝哪里跑的? 释迦世尊就被问到没有办法了,因为佛是不打妄语的, 他要说没有看到就是妄语了, 那么要是看到那只狼马上就要被杀,就要杀生的嘛, 所以说就只有身影。 格力王就说,你这个行者太怪了, 连问几遍都是如此, 因此就用剑把世尊的手臂给砍下了。 砍下来以后啊,佛当然不是一般的人, 他的手又伸出来了。 但佛的忍辱到什么程度? 从来没有半点嗔恨之心, 而当时就发心, 此人太恶,不能留在这轮回之中, 如果我一当成佛, 第一个我就要杜他。 后来这个格力王啊, 在拿谋释迦连佛在世这一代, 果然佛就第一个杜他, 就是五比丘之一的娇臣儒, 佛就把他杜了。 佛的愿从来也是如此, 从来没有虚假之妄。 忍辱重不重要? 忍辱是学佛法最重要的修行部分。 本故事来源于《戒心经》, 说真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